皇上, 你別殺他們 也不是你殺賀子循子王的遺囚萬年 帶他出去 萬年甚至萬年, 縮手 我一萬字都不懂多說 我從小到大偷騙拐騙無所不為 可是這幾年來 我做的每一件事 總叫我自己問心無愧 所以我有這麼多朋友 你呢? 你這個做徒弟的 喜歡殺一百個 不喜歡殺九一萬個 忠好奸好 總之不承你大個 把你的鞋子都叫做反賊 你表面是沒有威風 每人看見你又派又跪 像一隻狗似的 可是真真正正伏你有多少人 你知不知道你背後 叫他幹甚麼 滿州狗, 武佬 這倒是 怎麼覺得你這個偉總陀主 這麼好人緣 短短幾年光景 有一個市井之徒 搖身一變 成為地位顯赫 慰極人神的一品紅原 還成為天地會的總陀主 真是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說到底是你這種大人物給面子 沒有這種皇帝 哪有這種奴才 你...你這個狗奴才 信不信就殺了你 信?為甚麼不信呢 你以為你是皇帝的 我們的奴才 我死而無怨的 要預料我老母年輕 一直不來北京做你老爸生意 我不是 連皇帝的女人都站在一邊了 你媽媽打得沒一隻小狗生意 你這個死雜種 我媽媽出身高 玉劫兵精 你媽媽呢 你媽媽人盡可負 得知廉恥 這些賤品 宋相關我父皇也不要 你媽媽不賤 你媽媽不賠你老爸 會生意 我閉嘴我的死雜種 再叫我一聲死雜種 你叫我怎麼樣 這裡都不知道是誰 不是死雜種是甚麼 再叫我一聲死雜種 給我把這個死雜種抓出去 千輩一百大碗 再深入天爐, 點死雜種 押他出來 進來... 進來... 你叫死雜種 你叫死雜種 死雜種, 狗笨笨, 死絕了 你叫死雜種 有錯殺了老子 老子勝財 死雜種... 死雜種, 無人無義 不然不然我替你 打到九嵬師奶的劍 你現在想投胎了 我不是做一生之狗 現在在街上吃屎 我回答要下來 吭取皇上 山上已經捕鎖好了 皇上可以隨時來駕 來, 道長, 我們天地會的會員已經到齊了 為甚麼這麼久還不見那個古惑仔 是不是怕了我們不夠膽來 不怕, 我已經叫了徐天穎 和錢老婆去接他了 報寶萬無一失 來了, 回來了 有甚麼消息? 黃姑有消息傳出來 說曉帽向皇帝行兇 已經被漢兄收了下天牢了 黃昇姿長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走 怎麼樣? 鎖了堂口香就已經倒齊了 拿火把來 臭小子 放下他們了, 要不要殺他們了 臭小子, 吃錯了你 臭小子, 臭小子 皇上... 守兵 皇上 皇上, 這次消滅天地會 是千載難得的機會 如果這次皇上放苦歸山 恐怕好患無窮, 皇上三思 朕早晚都會收拾這批反賊 現在首先要還了偉小寶這筆債 我會死而無緣 皇上, 請你先拋開私人恩怨 准微臣把這批反賊一舉消滅 以安赦跡 朕立志已決, 不必多言 朕總算和這個奴才又拖無緣 皇上吉祥 皇上吉祥 臣兒向太后請安 皇兒無需拘禮 你們起來吧 謝太后一臉 太后急急召見臣兒 不知有何吩咐 你自己下去看看 搞得滿朝文武, 亂名常袖 你這個做皇上的 實在太不像樣了 偉小寶, 沒錯是你的救命恩人 可是這樣, 難道你就要任他打 任他鬧 甚至千刀萬斬了嗎 沒錯, 偉小寶的確是救過你 可是以他這個人才學問 而能夠掌管軍機要職, 慰劣公卿 呂獲殊恩, 已經是一種補償了 難道你還要把我們 大清的江山拱手襄揚 連你的皇位也給他 你才心安理得嗎 太后, 太后請息怒 孩兒只不過是 暫時放那些逆賊 並沒有意思讓他們扶作非為 那偉小寶呢 你打算怎麼處置他 太后請放心 臣兒一定秉公發落 如果是這樣, 我就放心了 鯉稟皇上, 為卓爺帶刀 是嗎? 是嗎? 因為我是小原子 所以我容忍你一腳踏兩船 你放心, 以後也不會再有這支歌仔唱 我不會再看你老人家那隻帥 我會拍衰你 因為我是小原子 所以你假存勝子 刺殺風石犯 我也是小情大戒 我是死有如故, 你殺我 因為我是小原子 所以我聽你的話 不殺洪花亭的反賊 你確實說假 我就是用這支手 去整色神武大跑的藥人 知道嗎? 但如今 我身為一國之軍 要以身作則 不能信使 所以我不可以放過你 死 是今天請我去保護房 不是請我吃葉心 是請我吃元寶南中香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我是王志民Mandy 我是6號6號明 立即訂閱 歡樂APM YouTube頻道 這個頻道就可以收睇精選的TVB劇集 還有, 英國的觀眾朋友 我們最近新出了一條 專為你們而設的Youtube頻道 TVBJUK 將今年最精彩的劇集 帶給你們 記得Subscribe